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会觉得非常的荒诞 原因其实挺简单的 我记得我们曾经跟大家分析过一些资料 今天中共当官的大概是科技以上出级以上当官的 和赚了钱的把孩子们都给弄出去 所以今天的中国社会 现在被称为这个社会当中主流的人 我说主流的人就是以官位与财产作为一种衡量标准 主流的人基本都是留学生的家长 但是这些人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爱国 想一想我们在爱国的熏陶之下 在爱国的激情之下把孩子们送出去 接受着他其他人被我们称为美帝国主义的 或者说英国的或者说法国加拿大的 就是对今天的中共体制 怀有不可预测之歹毒之心的人的 这个国度里面呢 去接受教育 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嘛 把孩子们全都扔出去 但是把孩子扔出去那边费用高啊 这费用从哪来呢 从这个国家来 从这个体制来 所以他非常爱这个体制 爱这个国家 所以我想说呢 在我们的下一代 再下一代的人 再回过头来看这个历史呢 就很特别了 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 十八大召开呢 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在讨论 苹果日报呢 写了篇评论 在禁论中国当中提到了十八大 这个会到底是什么意思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十八大是美国人的家长会 据中共新一届领导人产生 还有一个月 权力斗争进入了全权见肉 刀刀见血的最后阶段 中共政治局常委本周将举行会议 决定下届领导人的名单 决定对薄熙来的惩处 而人大常委会在下周就会开会 确认撤销掉薄熙来 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 为把他送上法庭铺路 紧接着他就提到呢 先在一个舆论上的问题 他讲说毛左派和自由派 齐声声讨中共的腐败 这是奇景之一 紧接着讲说 目前的政治路线斗争 是因为薄熙来事件而被激化 极左的毛派要求走回头路 走毛泽东的专政制路线 自由派则要求采取更多的西方民主政治 而诡异的就是毛左派和自由派 却罕见的齐声声讨中共腐败方面 这一方面所达成的一致 这方面达成一致呢 我觉得挺简单的 他知道如何去拢人心 毛左派来这个声讨腐败呢 是薄熙来的做法 杀富济贫 但是他杀这个富济的这个贫呢 是个手腕 这里提到自由派呢 他希望社会走上一个正规的渠道 他知道独裁体制本身的邪恶 他也懂得在过去的时间里面 他想他的人性被扼杀的过程 所以他希望能够更多的保存一点自己的人性 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 据说最近网上呢 有一个帖子一直在传 叫十八大有必要开吗 这个的前提是指说 太多当官的卷着钱跑了 紧接着他提到了一个更老的资料 那文章是这么讲的 另外一条微博呢 自境外媒体传出来 是今年五月份的 报道当中呢 描述了中共内部的一个秘密调查结果 中共中央委员204人 中央候补委员167人 中纪委委员127人 而他们在海外欧美地区的亲属呢 分别中央委员有349人 候补委员167人当中 有591人的家属在欧美地区 中纪委委员有127位 但是呢 他们的家属有582人在海外 那也就是说中央委员加上中央候补委员 加上中央中纪委委员 一共在海外的人数是1522人 如果我们草草的算一下 把那个中纪委委员 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加在一起的话 他们整个的人数大概不到500人 不到500人的中纪委委员 这所有中央级别的干部 他们的家属在外面有1522人 所以有人调侃说18大是美国人的家长会 也有人说中国现在其实就是被八国联军给占了 数字的准确性虽然受到质疑 但是大家都明白这是个事实 而正是这些人说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万岁万万岁 同样提到爱国的概念 今天在网上有另外一条消息 跟中国没关系 是英国发生的事情 咱们对比一下就明白什么叫国家 什么叫人民 什么叫主权 什么叫政治 什么叫政客 那作为普通的中国人 应该在对比之下 明白自己生活在一个什么一个邪恶的政体之下 文章讲说苏格兰获准举行全民独立公投 英国呢是由四个地方组成的 那就是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阿尔兰 那这四个地方呢组成了整个我们说的英国 那我们看到这条消息呢 就是英国国土的四个当中的一个要求独立 而且呢政府首脑相互呢达成了协议 大家想想再想想今天的中国 再看看为了统一中国 为了维持稳定 为了维护国家统一 共产党派的军警派的部队是如何屠杀普通的中国人 以爱国的名义 以国土的名义 文章这么说 英国首相凯麦伦和苏格兰的首席部长 在星期一10月15号这天就苏格兰全民独立公投达成协议 规定说苏格兰人将在2014年秋天举行公投 以简单的同意或者不同意来表态是否脱离英国 根据这项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达成的协议 只要年满16周岁的苏格兰人就有权参加公投 国家是服务于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 国家独立与不独立 那取决于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 大多数人的决定 这就是公投的概念 这件事情你放在今天的中国 你四川省玩一把 西藏玩一把 内蒙古玩一把 对吧 北京城玩一把 有多少人不能接受 协议还提到说 无论公投最终结果如何 伦敦政府和苏格兰政府 都将继续为苏格兰民众的利益 进行建设性的合作 这个世纪初大概2001年还是2000年 在加拿大在魁北克省 曾经进行过类似的公投 你如果有机会来到加拿大 你到加拿大首都沃泰华 在国会山庄的前面放了一个火坛 四周是加拿大的各省的省徽 这个火坛描述的是水火可以相容的 魁北克省 它是以法裔人 法国人为主 而加拿大其他地区 是以英国的后裔为主 所以他希望在加拿大的国土下 这个联邦体制之下 水火是可以相容的 他的根结不是爱国主义吗 但是他们在处理真正民族纠纷 人的这种理念的纠纷的时候 他是说水火相容 而在当年 联邦政府是 只在旁边看着 看着魁北克省去投票 显显能够成功 差一点 我印象中大概输了2%3% 所以才造成了今天 魁北克依然是加拿大的一部分 大概两三个月前 刚刚下台的魁北克的这个省的省长 是原来的魁北克省的这个自由党的 自由党的这个党魁 当年就是他 从另外一个地方搬到了魁北克 代表着魁北克省的自由党参加省长的竞选 为了能够抗衡魁北克当地的分离的这个魁党 他成功了 就使得因为他通过正常的政治上的政党的这种投票 给魁北克人生活在魁北克这个土地上的人 以机会选择了他 选择了他 而他是维护魁北克省 是加拿大一部分 所以我想说的 在加拿大发生过 今天在英国同样发生 这就是我刚才提到最关键的理念 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个人 是这个土地的主人 而不是握有权力 这个政府这个当官的奴隶 这个主人一切的资产 一切的东西 是服务于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个人 而不是这个人去服务这块土地 这就是人权的概念 这就是被共产党扭曲了人权的 起脑的 爱国主义的 在我们头脑当中的悲劣性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